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人与人接触时 我们往往会发现人有一个很自然的倾向 那就是人在面对一件问题或情况时 很容易要靠自己 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意念 总是以自己的观念或经验 来判断事情和有自我一套的解决法 那很自然的 这意念或想法便成为我们的言语和行为了 也更是当我们把自己的眼光说出来时 往往那个语气便不由自主的 便能有些强硬 因为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 是无误的 所以心态是要人接受自己的看法讲论 而不是以对方的处境来思想和判断 这不单使听的人在某个程度上 产生一些的压迫感 说的人更是越讲 越觉得自己的见解是读到 也是正确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因为观念里已经变得很主观了 所以不能细听人真正的问题 更不用谈上给人很有智慧和贴切的帮助了 其实当我们逐渐成为这样的人时 我们实在要发现也要承认 原来人知道的是多么的有限 他只知道他的昨天 却不知道他的明天 他以他认为的范围里做出的判断 讲的言语是那么的狭窄 其实 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 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真言书26章12节也说 你见自己有智慧的人吗 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原来 当一个人认为自己的见解是最正确时 他必要停下来 重新思想 也问自己 是否自己的观点有否全面 客观 也是经过祷告后而得的结论呢 而这结论也不是绝对的 也会按时候情况而改变的 其实 我们人真的要意识到 圣灵所参透的 是比我们更加的快而准 更加的有智慧和能力 甚至在我们看不见 意识不到的情况里 他早已预攻了 我们确认一下 有否发现 当我们的思想和言语 超越圣灵所要说的话时 这便带来许多人的不满 尴尬的情况 或是一些不适当的言语 便破口而出 造成不必要的纷争 和让魔鬼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 有机可乘 做破坏的工作呢 所以 我们当认定 在我们认为自己 所想和所说的是那么绝对时 我们必定要再次反思和反问自己 究竟我所认为的是来自圣灵的声音吗 还是出于我很主观的想法 最后 神也教导我们 在跟人相处的事上的整个心态和表态 应该是如何 雅各书一章 十九到二十节说到 我亲爱的弟兄们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 必不成就神的义 这段经文再次告诉我们 聆听的重要性 聆听什么呢 那为什么要慢下来讲呢 因为当我们在与人对话时 我们的心是一直要明白 说者的心态 试着了解他的难处在哪里 然后再听的当儿 是一直为着那个人祷告的 心态是要得到主的心肠 明白主的美意才能说的 这当中也是经过适当的考量 客观的看这件事 同时目的也是叫人看见 神的爱为出发点而说出口的 我们就像神的但愿人 透过我们把神的心意讲明 也当一个人的灵 是一直要这样的顺从主时 很自然的 他的语气是温和的 不是动怒的 因为他的心态 不是要一味的争论 证明自己的论点 乃是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 叫对方遇见主 明白主的心 而顺服主的 但愿我们与人相处时 不是把自己看得比别人强 乃是人人都需要在主面前谦卑 靠圣灵说话 叫我们的言语 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言调和 就可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个人了 不是动态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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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